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讲的是 Excel进阶操作,5秒钟输入1万个序号 我们到练习这张工作表,怎么做哈 第一个,以往很多人的习惯,最慢的方法就是这个 角色的方式,先打1跟2,然后把它框起来后呢 再拖到方块这边往下拉 拉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至少拉好几分钟看嘛 才会拉出你要的那个1万 有没有,像我现在拉到一千多,人家拉到1万 可能要拉很久,那这是一种情况哈 那基本上我不建议你使用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其他方法有,还有一些人很聪明,就打A1 冒号A1 把资料范围框起来 那框起来后呢,我在干嘛 打等号LOW左右括号 然后呢,按Ctrl Enter键 Ctrl加Enter键,然后干嘛 每个人都打进去他的列号了 然后这时候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常用里面的复制,然后贴上直 好了,这里面就是干嘛 刚好1到1万,没有错 但是呢,这里面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那弯夹说我中间不是X1 我X3怎么办 X3有人会想一个方法,他也是做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我把它直接做一次给你看 他会在这里方改成等号LOW 有没有,A1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改了A1,对不对 然后呢,第二个是改多少 等号LOW A4 注意到了哦,这两个差几了 1到4了有没有,差4了有没有 可是你要怎么,你后面怎么办 你不可能再用这个搅大射方法一个一个拉吧 你知道吗,这样拉到完有没有 大概你看天昏地,太久了 所以,这时候你只有一种方法 因为你不是X1,你是有间距值的 所以我们干嘛,我们会把它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资料有没有 用什么,打一个1 然后再选常用里面的数列 数列这边,以数列填满 我们跟他讲,我们是针对蓝的部分 针对同意蓝 间距值是几,间距值是3 假设啦,我的中值是1万 有没有 确定,他就会干嘛147 有没有 那你也可以干嘛,数列 我间距,蓝的 我间距值是1万 确定,他就间距值差1 那这样的结果,你要注意到 他的速度会不会很快 会,他会很快 实际上,花不到5秒钟 你就做完了 所以,数值再大都没有关系 他可以很快的又把资料填满了 他可以很快的又把资料填满了